好来看到促进部落长辈的健康 113年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活力健康操 花联区的初赛16号登场 总共有53只来自花联县各文建站的队伍来参赛 最终将选拔出20只的队伍 代表花联县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股仲可乐防安表示 文建站的功能就是在提供在地长者照顾关怀 而透过健康操的比赛 让长辈们在荣誉心的驱使之下 更加积极参与活动 达到增进长者激励 预防肌扫症 延缓失能 活跃老化的目标 拿到一个最佳人气奖 再拿到一个最佳造型奖 所以各位 你们紧张吗 不用紧张 你们在全国都是最强的队伍 我想我们赖青的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政见 就是要继续强化我们原住民族的健康 那今天看到大家参加比赛 我知道在比赛之前 大家已经筹备很久 也就是训练很久 大家的肌耐力应该都比我现在还要更强 现在许正伟前来向长辈们致意 真会看了原住民很忙 大家很忙 真会看了眼睛很忙 我们主持人就这么亮丽 所以今天的活动非常的成功 尤其是大家出来通通都是荣耀 所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天天到福气站 到文贴站好不好 113年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 活力健康超活动花莲区出赛 促进部落长辈健康 16号登场 公共有53次来自花莲县各文件站的队伍参赛 最终选拔出20支队伍 代表花莲县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